男孩正大口吃着菠菜 下一秒 他的脸却开始融化垮掉 究竟是菠菜变了瘾 还是男孩变了腥 切开他的肚皮 里面是错综复杂的线路 原来男孩是一个人工智能 未来世界全球变暖 很多沿海城市都被海水淹没 少数的先进国家 为了维持高度经济发展 制定法令限制怀孕 导致不会占用资源和粮食的机器人 开始大批生产 有需求就有供应 哈博士的公司也推出了 几百款不同种类的机器人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服务型机器人 可哈博士有对此还不满足 他一直想创造一种 能够拥有智慧和情感 并且懂得爱意的机器人小孩 经过公司上下的努力 一款名叫戴维的机器小孩诞生了 他们在公司员工中 挑选了一个叫亨利的职员 进行家庭试用 因为他们的孩子马丁身患重病 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无法治愈 只能先冷冻起来 等待更好的治疗机会 为了让妻子莫妮卡走出阴霾 亨利同意的公司的试用建议 并把戴维带回了家 戴维的外形和真正的小孩 几乎没有区别 这让莫妮卡有些难以接受 她不知道该用 怎样的感情去对待戴维 她还不能适应用机器人 去代替自己的孩子 她想让亨利将戴维还回公司 可作为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 戴维的出现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威姐 两人单独在家时 戴维就像莫妮卡的跟屁虫 这样的相处既怪异又有点傻气 但不管戴维怎么努力 莫妮卡对她始终有着隔阂 这天 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餐 因为莫妮卡嘴角的一根面条 戴维乐开了花 或许正是这个情绪化的行为 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久违的快乐 此时的莫妮卡陷入了纠结 她想接纳戴维 可一旦启动任养程序 那戴维心中只会有一个信念 就是全心全意的爱妈妈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日后不想要这个孩子的话 只能退回公司进行销毁 看着可爱的戴维 莫妮卡还是选择了任养 有了戴维以后 这个家庭的生活步入了正常轨道 戴维会帮妈妈泡咖啡 会搞乖逗妈妈开心 就当日子愈发融洽时 马丁却突然被治愈了 戴维这个机器人儿子 就显得有些肝大了 马丁有个机器人小熊 同样是人工智能 所以在马丁眼里 戴维就和小熊一样 就是一个有着人类外皮的玩具而已 而莫妮卡虽然说着一视同仁 可也难免会多对亲儿子多些关爱 每天睡前都会给马丁讲睡前故事 马丁也是个熊孩子 还特意让妈妈给他读木偶人的童话 故事中的蓝仙女用魔法板 小木偶变成了真的人类小孩 马丁本想讽刺戴维 不想 这个故事却让戴维充满了希望 他觉得只要能找到蓝仙女 他也能变成真的小孩 早餐时 马丁大口吃菠菜 还对着戴维不断挑衅 因为他知道戴维是机器人 不能吃食物 结果戴维一把抢过大碗 小熊想阻止他 他也不听 疯狂地往嘴里塞起了菠菜 妈妈大声呼喊要他停止 下一秒戴维的脸部 就发生了变化 故障的戴维只能反场维修 打开一看 里面的零件全部沾满了菠菜 一旁的马丁看着妈妈握着戴维的手 顿时又有了邪恶的想法 回家后他告诉戴维 只要偷偷剪掉妈妈的一脸头发 戴在自己的身上 妈妈就会永远爱你 于是晚上戴维带着剪刀 来到了妈妈面前 这晚之后 亨利提出把戴维送走 莫妮卡认为这只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不是真的要伤害他 但亨利认为 戴维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妈妈决定将戴维送回公司 而蒙在鼓里的戴维 还让妈妈看他刚刚写好的信件 里面满满对妈妈的爱意 妈妈心中十分愧疚 却也无法改变戴维要被送回的现实 妈妈知道一旦送回公司 戴维的下场就是被销毁 他于心不忍 来到了树林深处 把戴维和机器人小熊留在了这里 并叮嘱戴维一定要远离人类 知道要与妈妈分开 戴维十分伤心 不断为自己不是人类 向妈妈道歉 虽然被深爱的妈妈抛弃 戴维的心中却没有一丝恨意 反而还认为 是因为自己不是人类 妈妈才不会爱他 这下更加坚定了戴维要找到 童话里的那个蓝仙女的信念 突然 一辆垃圾车过来 倒出了一堆废弃零件 等垃圾车离开后 黑暗中跑出很多破旧的机器人 寻找自己可以用的零件 突然一个巨大的月亮升起 上面载着一群机器屠宰场的人 他们专门抓捕流浪的残破机器人 为那些厌恶人工智能的人类 表演销毁机器人的过程 没有意外的 戴维也被一起抓了起来 屠宰场现场 观众正在欢呼 这里的表演方式丰富多彩 火箭炮炸飞 直接切断 用硫酸腐蚀 即便有些机器人有痛绝系统 他们也不会觉得对方可怜 毕竟在他们眼中 这只是一堆破铜烂铁 和戴维走散的小熊 并没有遗忘戴维 他跑进屠宰场寻找戴维 却被一个小女孩捡到 随后小女孩找到 在屠宰场工作的父亲 告诉他今天你们抓到了一个人类小孩 女孩父亲找到戴维 对他进行检查 发现了他是个机器人 但戴维的逼真外貌 让他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找到老板求情 可老板却觉得 销毁小孩机器人是个噱头 当即就把戴维拽上了舞台 戴维因为害怕 死死抓住了身边另一个机器人的手 他是一款最新的机器情人 名字叫做阿乔 脖子一歪可以变成蓝牙音箱 还能根据客户喜好 随机切换小狼狗 或者小奶狗 本来阿乔是正儿八经的打工人 结果一个客户被丈夫杀害 还嫁祸给了他 为了躲避警察追捕 阿乔四处流浪 被机器屠宰场抓住 此刻和戴维一起被带上了舞台 观众本来是呼声不断的 可当他们看到戴维这个勇着 人类小孩脸旁的机器人 他们全部沉默了 戴维害怕的呼救 更是让观众产生了恻隐之心 开始朝着老板疯狂打杂 戴维拉着阿乔趁机逃走 在知道戴维要去寻找蓝仙女后 阿乔很是激动 她可是妇女之友 她说女人都喜欢 去一个叫雁都的地方 并且那里还有一个万事通博士 阿乔带着戴维 搭乘了人类的汽车来到雁都 找到万事通后 戴维问他 蓝仙女怎么才能把他变成真的孩子 万事通给出的回复是 去找哈博士 蓝仙女只存在于世界的尽头 雄是流泪的地方 阿乔说那是一个叫曼哈顿的地方 很多机器人去过之后 都没有再回来过 所以才叫做世界的尽头 阿乔不希望戴维 为了根本不爱他的妈妈 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所以戴维打算自己去曼哈顿 可刚出门 阿乔就被逮捕了 戴维立马进到一架直升机上 用不熟练的驾驶技术 还真的救下了阿乔 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阿乔决定陪戴维走一遭 随后两人驾驶飞机 来到了熊师流泪的地方 戴维来到哈教授家里 却发现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男孩 他也叫戴维 戴维不想这个戴维 也和他分享妈妈 于是举起台灯就朝对方杂取 看着这一幕阿乔吓坏 哈博士离开后 戴维走进了隔壁房间 在这里他看见了很多 和他一样的机器人小孩 还有他诞生时第一次看到的 那个飞翔的人形 戴维终于知道自己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它只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产品 于是戴维从楼上跳了下去 可就在落水后 戴维似乎真的看见了蓝仙女 等他被阿乔救上来后 他想带阿乔一起去找蓝仙女 就在这时警察再次出现 这次阿乔是真的要被抓走了 戴维独自潜入了海底 在很久之前 这是一个童话小镇 戴维来到了蓝仙女面前 正看着仙女的脸庞 摩天伦却突然坍塌 戴维的直升机被压得无法动态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蓝仙女只是一个雕塑 永远都不会给他毁 时间来到了2000年后 人类早已灭绝 地球上只剩下高端机器人 他们探测到了戴维的存在 他们想从戴维这里 考古一些关于人类的信息 便将它解冻重新开机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蓝仙女身边 戴维伸手触摸她 可蓝仙女在这一刻轰然碎裂 戴维2000年以来的愿望破灭了 机器人读取了戴维的记忆 知道了戴维一辈子 都在追寻妈妈的爱意 他们希望戴维完成心愿 于是打算帮戴维复制一个妈妈出来 还记得戴维剪下的那缕头发吗 当时小熊也听到了马丁的话 于是也悄悄保留了那缕头发 珍藏在自己的肚兜里 他也希望获得妈妈的爱 就在第二天 戴维在床上找到了睡着的妈妈 这是2000年来戴维最快乐的一天 妈妈只爱她一个人 他们愉快地玩耍 一起吹蜡烛许愿 如果可以 戴维希望妈妈永远陪着她 可事与愿违 复制人的生命只有一天 一旦再次进入睡梦 就会立刻消失 并且一个人的时空轨迹 一旦使用过 就不能被再次使用 所以妈妈也只有这一次复制机会 戴维2000年的祈祷 换来了被爱的一天 但这一天对戴维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小编也很心疼小熊 他一直珍藏妈妈的头发 证明他也渴望被爱 这部影片看完小编一谋了很久 真的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叫做人工智能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